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果入住一间酒店 但里面一个酒店职员都没有 会是怎样的体验呢? 在洪洲世界区 就有一间感其得的酒店 名叫做《非住布殼Fly Zoo Hotel》 是2019年由阿里巴巴创建 是目前中国第一间全智能的无人酒店 无人并不是出头离间 酒店里面的所有职员都不是真正的人 而是机械人 面部识别系统更加是覆盖着整间酒店 无论是check in 乘搭电梯 入住房间 去餐厅用餐 或是使用gym room等等 全部都可以通过拆练的方式 轻松通行 不需要随身攀带房卡或者锁匙 非常之方便 酒店房一面的设施 亦都非常之智能 房一面的所有电器和架司 全部都用了智能声控系统 只要对床边的智能音箱 发出指令 就可以控制房间的温度 灯光、窗帘、电视机等的设备 无人酒店飞着暴渴入住一晚的价格 大概在800至278人民币之间 虽然价钱不算很欺民 但凭着无人概念引发打卡热潮 除了杭州 阿里巴巴正计划在云南大理 开設第二间无人酒店 预计今年6月便完成建造 有兴趣入住的朋友 就要记得留意最新的消息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